藻礁工房有媒體揭露 行政院認為應該要慎重評估 部分環團提出的三階外推方案 對此公投領先人潘中正強調 他不認為這是真正的善意 他和決策小組希望政府能夠從節電 和調高電價的手段 來減緩尖峰用電的壓力 海水拍打 燈光照射下 可見一片粉紅色 珍愛藻礁 公投領先人潘中正說 現在正式殼狀珊瑚藻的生長劑 他在前一晚拍下畫面 經濟部終於讓他們再度進入藻礁區 他感覺到政府善意 有消息指出行政院認為 因慎重評估部分環團提出 三階與工業港外推的方案 但他認為開發案只有完全離開 大潭藻礁才是真正的善意 這部分我們要對70多萬連署人 要尊重他們的當時簽署的時候的意志 那我們也有義務要去完成這段路程 對 所以我們沒有別的選擇 政院所指的外推方案 由環保署前副署長詹順貴提出 他根據中油鑽探資料指出 若能外移至水深25米處 就無需浚深 而原方案離岸742米 外推至離岸1000到1500米 相對沒有連續交替 對環境衝擊較小 既可以讓藻礁受到相對比較好的保護 那而且又不會明顯的去影響到這個 減煤改善空污這樣一個騎乘 我想這當然不會是十全十全 但至少是一個我個人認為 是會比較好的一個方案 但潘中正認為保護棄地和生態系 大潭藻礁因完整保留 他與決策小組認為政府針對供電問題 能做的還很多 包括節電與調高電費 我覺得這個就是所謂的永續 如果我們這些環保團體 都不敢提出這樣的東西來的時候 那這個社會最後就一定是走向 我認為是淪亡 詹順貴指出 公投主文要求開發案 要先離海岸最低朝鮮 往外延伸五公里的海域 科學根據為何呢 不希望寒假式討論議題 領嫌人潘中正強調 資料引自臺大學生論文與環評定稿書 皆有評有據 非隨意喊出 記者們陳昌回台北報導